你敢相信吗? 新中国成立时,全国还有260多万土匪 而剿灭这些土匪,党中央花了整整四年时间 这些土匪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他们在新中国成立时,又做了哪些伤天害理的事? 为什么党中央在国家最为困难的时候,也要下定决心完成剿匪? 在视频开始之前,还请各位粉丝朋友们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支持下 土匪强盗,自古有之 而且不仅仅是国内,世界诸国都是一样 甚至在有些国家,即便是到了现在,依旧有着各式各样的土匪强盗 盘踞一处,为祸一方 而根据统计,在新中国成立时,全国的土匪约有260万之巨 很多人好奇,新中国成立不是意味着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吗? 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土匪存在? 其实,这些土匪都可以算是历史遗留问题 在清朝时期就有很多土匪的存在 直到清政府被推翻,中华民国建立,依旧是全国都是土匪 当时就有过统计,在1930年的时候,全国的土匪数量就有2000万人以上 这还不包括许多从前的土匪,摇身一变,成为了割据地方的军阀势力 或者成为了军阀势力名义下的某支军队 只要手上有枪,就成为了管理某一处或几处地方的大帅,鱼肉相礼 这就导致了当时军匪一家亲的情况,白天是军队,晚上是土匪,白天收官税,晚上收保护费,治安费,让百姓的生活苦不堪言 而这种情况,在各路军阀掌控的地盘上,简直是家常便饭 各路军阀只要保证这些土匪不给自己的统治制造麻烦,也都默认了这种情况 陈独秀先生曾经对此发出过质问和训斥,代表中国劳苦大众问那些当权者 这哪里是中华民国,这分明就是中华官国,中华匪国 更加可气的是,这些土匪在抗日战争期间,大多都成为了汉奸卖国贼 成为了日本人欺压我国人民的走狗和马前卒 他们摇身一变,成了所谓的黄邪军,针机队 然而却专做专门欺压百姓的事,无恶不作 随着抗战的胜利,这些人又回到了山中 甚至一度还靠日本人的武器装备,加强了自身的实力 如被大众所熟悉的做山雕 其人物原形不就是占据了日本人留下的军械库后,变本加厉的危害地方 解放战争后期,随着渡江战役打响,天翻地覆凯尔康,人间正道是沧桑 国民党反动派看到自己大势已去,准备靠着美国人的海军力量归缩台湾 只是心有不甘的蒋介石,知道自己不可能把所有的力量都在短时间内转移到台湾 于是他留下了后手 蒋介石不但把许多拥有美谢装备的国民党军队打散 让他们成立所谓的救国军,还在特务机关的帮助下联系了那些土匪 给予他们所谓的救国军委任状,在各地开展破坏行动,针对新中国的发展来使绊子 对于这些土匪而言,这套流程他们熟悉啊,自晚清以来就是这样干的 北洋军阀们这么干过,日本人这样干过,从前的国民政府也这么干过 只是这一次这么的大手笔 在他们看来,我接下了你国民党的任命,我就是国民党的军官了,不是土匪了 以后在共产党那边,我也有身份要更多的好处了 就这样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各地仍然有着大量对新中国心怀敌意 有着歹毒心思的土匪,无时无刻不想着如何对抗国家 迫害百姓,捞取好处 面对这样动摇国家安定根本的土匪群,国家必须得剿灭 若不剿灭,国家就别想要安稳发展了 可是想要剿灭这260多万土匪,又谈何容易 想要在短短4年内,解决祸害了这片土地上千年的土匪祸患 到底有多么难?新中国成立之时,想要消灭240万土匪 又有那些没有预料到的困境 为什么如此艰难,国家却不缓一缓 而是建国之后就立刻开始大力剿匪 1950年2月5日,解放军战士朱向黎自北京返回四川 陆京石板贪阵龙潭寺,居然遇到了土匪的拦路抢劫 见对方都身穿普通百姓服装,朱向黎并未直接开枪 而是希望通过革命教育,劝说这些人放下武器 学习先进的共产主义思想 可他的善意并未得到土匪们的回报 土匪们见他不配合,便直接动手 把朱向黎和他的警卫班战士全部抓走 并示意暴行,甚至残忍割掉他们的舌头 其行为举止,与日本侵略者无二 并且残害的还是自己的同胞 当部队找到朱向黎等战士的遗体时 其状简直惨不忍睹 而这样的事件还不是特例在全国范围内多有发生 尤其是我国西南地区,由于解放时间更晚 当地情况更加复杂,需要解决的问题更多 最严重的时候,整个广西省内土匪占据的县城打九成以上 我解放军部队因为各种问题 处于被动防守的局面,情况十分不利 尤其是这些土匪,泯灭人性 解放军战士若是落入他们手上 就会被他们用各种毫无人性的手段折磨致死 想要以此来威慑我军,威慑周边百姓 让所有人都不敢和他们作对 如此嚣张跋扈的土匪 共产党和英雄的解放军战士自然不会放人不管 绝不能让这些土匪影响了新中国的建设发展 绝不能让这些土匪强盗给人民群众带去更大的伤害 但是,想要清除这些土匪需要面对困难也不少 首先便是这些土匪之中 有不少的亡命之徒手段歹毒狠利 在他们的威逼和影响下 这些占据了地理优势的土匪战斗力不弱 想要消灭他们并不容易 其二就是土匪的分布地狱之广 虽然土匪主力主要分散在我国西南地区 但是已经解放的诸多地狱内也有小股土匪流窜 若要剿灭,我军必须同样分散开来 而部队分散也会给战士们带来危险 其三,不得不说 蒋介石留下的特务们以及所谓的救国军的牌子 给这些贪婪的土匪带去了一定的激励 甚至是帮助他们暗中联络 配合行动 让我军的剿匪行动遇到更大的阻力 其四就是 这些土匪放下武器就能化身百姓藏匿起来 然后暗中偷袭 或者等到我军主力离开后又再次变回土匪 想要全面剿灭他们 需要时间 也需要人力物力的投入 最后一点便是 国家成立之初 美国人纠集了所谓的联合国军入侵朝鲜 威胁我国安全时 为了保家卫国 我军中还有一部分部队成为志愿军入朝作战 只不过 即便是面对种种困难 党中央也决定 交匪必须立刻进行 这是和土地改革 抗美援朝一样重要的任务 为此 国家专门策划了剿匪的作战计划 多面出击 力求除恶无尽 将土匪这个祸害了中国多少年的隐患 从新中国铲除 新中国成立之初 我们面临着各方面的困难 然而国家还是下定决定立刻展开剿匪行动 消灭危害国家人民的240多万土匪 可是 想要一劳永逸的解决匪患 到底应该怎么做 这次规模宏大 历史多年的剿匪 对于新中国的发展 又带来了那些深远影响 电影《让子弹飞》里面是也有句话说的不错 那就是 土匪任何时候都必须得讲 没有土匪的日子 才是好日子 新中国成立初期 全国各地土匪猖獗 再加上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势力和特务机关的煽动 对于当地百姓和我党安定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困扰 对于这样的旧社会独流 英勇的解放军自然不会放人不管 但怎么管 如何消灭这些土匪 却是一门学问 1950年2月 中共中央专门针对西南地区的土匪势力展开了研讨会 对剿匪工作做出了思想指导 那便是以军事打击为正面突破的手段 通过政治瓦解对方斗志 同时发动人民群众 让对方没有生存空间 而且 针对不同情况的土匪 也做了区分对待 对于在旧社会因为压迫 剥削而奋起反抗 但没有得到先进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 而走上了土匪道路的穷苦人民 给予他们的政策便是 只要他们放下武器 愿意接受思想指导 便可以教导他们 如何在社会主义新中国获得新生 而对于那些名玩不灵的 那种天生就是坏胚子的 作恶多端 还意图给颠覆人民政权的土匪 则必须给予剿灭 机调定下来后 剿匪任务执行起来 也是相当迅速 尤其是我党手上有着两件利器 那就是土地改革和英勇的解放军战士 对于不堪压迫 被逼走上了土匪道路的穷苦百姓 我党耐心宣传新中国的政策 宣传土地改革 给广大人民带来的幸福生活 并一再向他们承诺 只问守恶 携从不问 立功有奖的政策 本来就是被逼无奈 才不得不落草为寇的穷苦百姓 在得知自己 还有另外一条更加光明的选择 可以回到家乡 分到属于自己的土地时 不少人纷纷离开土匪队伍 到军中自首 弃暗投明 而对于那些有着不良居心 作恶多端的土匪 解放军喊出了土匪不搅轻 大军不收兵的口号 不少土匪部队 仗着自己的地理优势 在大山中 在丛林里 在各种人际罕至的地区 建立自己的地盘 想着解放军不可能来这里剿灭他们 大不了避一避风头就是 只要不和解放军的主力部队正面交战 他们就能继续存在下去 只是这一次 他们想错了 解放军部队的近战 夜战能力之强 远超他们的预料 而且游击战 地道战 山地战 无所不通 并且解放军部队有十足的决心 不消灭他们 绝不停手 即便是这些人最终投降 也会按照他们从前的犯罪行为进行审判 而不是你从前杀人放火 屠灭村镇 一放下武器 你转身就算是起义部队 就这样 经过四年的努力 全国二百六十多万土匪 在国家多重手段的制裁和打击下 最终烟消云散 成为了历史的尘埃 从清朝末年开始 历经北洋政府 民国政府乃至新中国初期的土匪祸害 终于在新中国被清理掉了